您好 身高1米75 体重48公斤 期待与您合作 您好 身高1米74 体重52千克 很期待与您的合作 谢谢 今天我不讲杀人分尸 给大家讲一个诈骗方面的人才 这个胖子以模特公司老板的名义 专门在酒店床上面是女模特 然而现在女受害人已多达13人之多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还得从2021年11月11日这天说起 身材性感的小婷如愿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某酒店的房间 准备跟模特老板讨论工作 就在两人脱去衣服准备深入讨论时 警方就破门而入 对坐在床上赤裸上身的模特老板实施了抓捕 对于警方的突然到访 小婷十分懵圈 因为对于她来说 虽然没和老板见过几次 但在她看来这个老板已经是她的领导了 可令小婷不解的是老板怎么突然就被警方带走了呢 原来28岁的小婷从小婷的交好的面容 在大学期间一直做着模特兼职工作 也为薪资待遇优厚 因此她就凭着苗条性感的身材 参加了老板陈某公司模特招聘 老板陈某的助理告诉小婷 她的公司模特都是给线上平台商家拍摄高端婚纱卖家秀的 拍摄成功后就能拿走上万元的酬金 如果面试成功就直接预付小婷一万五千元的顶金 便可以长期合作 小婷见此蠢蠢欲动 因为小婷以前接活是一天才一千左右 但公司手下和小婷说 每个面试的女孩都要陈老板亲自面试 助理说公司老板陈某年轻有为 实力雄厚 陆子叶 于是陈某就将面试的地点安排在一家酒店 小婷被这高薪工作吸引了过去 到面试酒店后 陈某先给小婷看她与其他模特的合影 以及她给模特发钱的转账记录 这一举动迅速地取得了小婷的信任 第一次面试结束后 陈老板对小婷很满意 小婷也非常高兴 很快陈某就为小婷安排了第二次面试 且开始为小婷挑选婚纱 接着就发给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照片 小婷看着这操作非常专业可靠 于是她开始小心翼翼地配合准备 期待能早点通过审核 在第二次面试过程中 陈老板对小婷说 公司的助理摄影师等员工 都在为小婷的面试加班 暗示小婷能否发点红包意思一下 小婷心想着能与这家薪酬不错的公司长期合作 于是就分三次给陈某转了2100元 但接下来的面试中 陈某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陈某说喜欢小婷 并且提出想和小婷深入了解 小婷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她想到陈某的资源和背景 还有现在工作也不好找 小婷最终还是选择向金钱低了头 就这样小婷答应了陈老板的要求 要说这个陈某画大饼的能力还是一决 然而小婷刚到酒店不久 还没等到与陈某深交 便就出现了视频开始的警方破门而入的那一幕 这一下直接把做梦的小婷敲醒 那么这个陈某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为何面试的地点都选择酒店呢 警方了解到 跟小婷有同样遭遇的女孩可不止她一个 21岁的小芳和小婷有着相同的经历 她的身材也是高挑性感 在2021年时 小芳刷朋友圈时被陈某模特公司招聘信息吸引 并与陈某公司助理取得联系 在熟悉流程后 小芳决定应聘卖家秀约拍模特的岗位 从助理口中 小芳得知这家公司的老板姓陈 如果需要面试就得和老板陈某去酒店亲自面试 小芳听后感到意外 并且提出异议 助理见此又开始画大饼 说陈老板年轻有为 资产雄厚 并且安排的酒店就在附近 小芳也是信了她的鬼话 于是就去了酒店参加了面试 面面后 陈老板也是精心打扮 再加上她那三寸不烂之舌 让小芳看到了一个成功老板的模样 陈某和小芳炫耀着说自己在北京投资几个小目标的项目 这一张大饼成功获得了小芳的信任 然而没多久 陈某就想和小芳深入交流 那承想小芳不给机会 于是找了借口逃出了酒店 小芳本以为这次面试工作与自己无缘了 但陈某可不会放走这个身材火辣的小妞 几天后 小芳竟然收到了陈某发来的面试通过信息 小芳未抓住机会 她开始了工作 随后陈某给小芳挑选了十余件商品 安排小芳拍照 但陈某要求小芳需提前支付每件商品200元的押金 小芳觉得给押金也是应该的 于是就同意了 按照约定 拍完后 陈某会将押金和酬金一并支付 然而小芳支付了4600元押金后 陈某就不断劝说小芳继续加单 但却从未发放过酬金 没多久 陈某微信也不会消息了 电话也不接 并且以工作忙为由搪塞小芳 这时小芳才察觉出上当受骗了 于是立即向公安机关报了 报案时 小芳才得知 跟她有相同遭遇的模特多达十几人 于是警方就对这个陈老板进行了抓捕 经查 陈某 现年39岁 他并非什么成功人士 而是一名瓷砖销售 因与前妻离婚和投资失败 贷款上百万 自此他陷入了人生地骨 在2017年时 陈某在上网时接触到了模特圈 他看着模特非常性感高挑 于是就萌生了通过招聘模特 进行诈骗的想法 陈某一开始假扮成一个有实力的公司老板 并且一事多绝 随后又买了多部手机注册了N个微信号 每次行骗前 他都会以老板助力身份与被害人联系 并且要求受害人拍摄性感应品视频 见面时 他会给被害人看他与其他模特的合影和伪造的转账记录 自此获得信任 但在面试时 陈某会以押金 务工费等各种理由向模特们要钱 因此在面试时 陈某都会将地点定在酒店 这也方便他对女孩子们动手动脚 这位陈某真是又要钱又要人 据他供述 被他哄骗发生关系的模特都特别有钱 而之前招聘时说的高薪酬都是他编造的谎言 由于陈某每次诈骗的金额不高 很多模特都自认倒霉不去报警 这也使得陈某的胆子越来越大 不断物色新的模特进行诈骗 通过对陈某两部手机调查 警方找到了其他的受害人 最终在法院起诉阶段一共确认13名模特被害人 涉案金额高达4万元 在2022年3月30日 北京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一万元 这个视频也告诫各位女孩子不要想着赚快钱 因为你看了别人的钱 别人则是看上了你的人 感谢观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